臺灣的電玩隊伍 臺北暗殺星 在國際比賽拿下世界冠軍 這一群年輕人的平均年齡只有二十一歲 七位選手當中有兩個人還需要當兵 他們希望能夠改服替代役 而內政部也立刻做出了正面回應 打電玩也能打出世界冠軍 臺灣第一支職業電玩競賽隊伍 臺北暗殺星日前在英雄聯盟世界錦標賽 打敗強敵南韓隊奪下冠軍 但因為這群年輕人平均年齡只有二十一歲 七位選手中有兩位未來需要當兵 因此他們希望政府考慮將職業電競 納入體育的範疇內 只要講出好成績就可以申請服替代役 身邊有些人在玩的 然後可是他們因為當兵的關係 然後讓自己的技術退步了 我們的性質其實跟一般的運動選手 是差不多的 我們一樣是付出全心全意 然後再訓練 然後為的就是在大型比賽當中 為國爭光 目前在臺灣職業級電子競技選手 都是由遊戲業者或廠商自行 出資培訓到世界各地比賽 相較於歐美國家 職業電競賽不只發展成熟 還被列為運動項目 就連亞洲的韓國及中國大陸 政府也都請專責單位來負責 民間團體出了希望體委會 能將臺灣電競運動列為 重點培育項目外 政府也能帶頭扭轉社會對遊戲產業的負面印象 面對兵役的問題 內政部也表示未來優秀電玩選手可比照體育選手模式伏替代一 不需修改任何法律 政府會釋出數位相關職務 讓選手發揮專長 記者 烏雅宇林國皇台報導